你 你的意思是说 我肚子里是你的孩子 真的 不信你摸 过来过来 你看 你摸这儿 这里是他的头 这里是他的脚 他就喜欢这样睡觉 他醒着 他踹着呢 你看你看 他以前就是这么踹我的 这是胎动 他天天都这么踹我 他这么踹我的 您没事吧你 穿越 我以为就我喜欢看穿越戏的 没想到你也喜欢 姐姐 您是哪朝哪代的飞子啊 您是不是肚子里的孩子 被那个狠心的皇后娘娘 下药给毒掉了 或者被哪个太医 偷偷给你拿掉了 你太过分了 干嘛呀 咱俩不聊挺好的嘛 不好 你刚才闷我肚子了呢 你做妈妈呢 你怎么能花那么浓的妆呢 这样对宝宝不好 你还染发 化学物质会伤到我的宝宝的 关你什么事啊 你肚子里面的是我的宝宝 你说干我什么事 你没对她负责呀 我凭什么对她负责啊 我在家我妈让我负责 我孔孔让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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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知道让你负责 我不管你 你还需要帮我的鞋 快脱了 你有病啊 快把鞋脱掉 你干嘛呀 那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谁呀 没看到我们吵架呢 你是不是叫不叫门 是啊 怎么了 赶紧把神经病拉起来 白神经病 把鞋脱了 我为什么要脱鞋啊 快点脱了 对我孩子冒快逃 我还脱着你袜子呢 这可能要问你儿子了 他最近情绪好吗 反正 现在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两天一小闹 三天一大闹 闹到我儿子现在 都不愿意在家待着了 听起来 你儿媳妇现在这个状况 像是产前抑郁症 抑郁症 你儿媳妇 吴小梅找到了 在哪儿 带我去 不 放开我 你是个疯似你啊 你还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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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你先冷静一下 子齐 你必须让你媳妇马上住进医院里 不然我的孙子就保不住了 我不要住医院 不能不得我的自由 问题大了 我告诉你啊 看委会你马上跟我过来 妈 妈 走 妈 医生给我们开住院的手续 好 住两天观察一下 也许还有一些药物有副作用 为什么还要住院 你不是说孩子没事吗 你孩子没事 但你有事 我有事 医生 是不是 我体质不适合生孩子 我就跟他们说了 我骨盆太窄 生不了孩子 你少说两句 小平 带他们办住院 只剩一个床位了 就是叶医生那间 你什么意思啊 不让我们住啊 我告诉你这可不成 病人面前人人平等 走 医生 我是不是不适当这孩子 不放死 那你感觉你每天都融合不发的 状态这么好 是你教给我的保养秘籍啊 我现在每天洗完澡 都敷上一切荣原美 然后再妹妹地睡一觉呢 怪不得 现在看上去 比以前精神好多了 干嘛呀 听说 叶医生的孩子 是杨医生 是他婚姻的时候给拿掉的 你的意思是超养 你的医生是故意的 那你也不想想 那孩子是谁的 如果要真是杨医生呢 那还有任何事 那好戏来了 听说 叶医生的孩子是 杨医生是他婚姻的时候 给拿掉的 你的意思是说 杨医生是故意的 你也不想想 那孩子是谁的 如果要真是 杨医生呢 那还有任何事 那好戏来了 为什么把一个精神状态不好的孕妇 安排到叶子的房里去 病人来了 没有人有权利拒绝 你考虑过叶子的感受吗 他一面要承受 失去孩子的痛苦 一面还要面对一个 吵吵闹闹的人 而且这个人还挺着个大肚子 你就不怕叶子受刺激吗 你作为一个医生 这样说病患不太合适吗 叶子也是一个病人 叶子的问题我考虑过了 现在有人刺激一下她的情绪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说什么 医者自医 她现在就是需要面对现实 你 就是借这个机会 靠近叶子 来 进 妈 进来 进来 妈 来吧 哎呀 你看还有人呢 好了 你就先将就一下吧 妈 那神经病 我去找医生看能不能换个房间 你在这儿等我 好吧 听话 乖 在这儿等我啊 在这儿等我 握不住啊 杨医生 杨医生 跟您商量个事啊 您看能不能给我们换一间病房 有什么问题吗 呃 是这样啊 您看 那个童谷我看着有点肾得慌 我告诉你 她可是这边非常优秀的副产科医生 能够跟她同一个病房 那是你们的福气 医生 天天和一个医生在一起住着 也不错 没别的 就是让你放松心情 生孩子没你想象中那么恐怖 不恐怖 不恐怖他能那样 跟死过一回事的 还有 到这里 生活作息按照医院规定来 不要再乱吃药了 我就住两三天 回家也是一样 你要明白 你现在点点滴滴都跟孩子有关 我又不是他的奴隶 为了孩子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先休息吧 好好感受一下你跟你的孩子 感受一下你们同呼吸同心跳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么有福气的 什么福气啊 我气饱了还差不多吧 爸我们都早点歇货了 好 叶子 今天外面天气很好 我陪你去晒晒太好不好 我的宝宝 都不知道 在哪个黑暗的地方待着呢 我有什么资格 他 只在太阳呢 他也许 已经投生到一个 新的光明珠了 那他 是嫌弃 我这个做妈妈的 不够爱他吗 不会 他 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他不要我 肯定不会咬我 他不会咬我 他不会咬我 我 是吧 我不想我 他不要咬我 by bwd6